在今天5月26日,日本首相宣布即将在6月10日正式开放观光客入境 首波将以团体旅游客优先 日本目前将台湾分类为蓝色国家代表 1.不需要疫苗证明 2.需要提供72小时内的PCR阴性 3.进到日本之后无需隔离或检疫 但有鉴于目前台湾入境还需要检疫 回国后都需要隔离7天加上7天自主健康管理 而且目前日本也只开放旅游团 并且每日有2万人入境的上限 距离我们理想中的完全体自由行还有一段距离 不过以这两年多的日本旅游封闭来说 至少已经看得到恢复的第一步了 除此之外,6月中旬起 北海道新千岁机场与冲绳纳霸机场将会开放国际线航下 更多日本旅游开放最新资讯 请持续追踪东京走着瞧